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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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把抽象化它的意義 它的內涵以及它的特質 已經做了一個簡單的包括 各位是不是都可以了解 我現在再來談我自己的創作 每一個畫家都有它一個創作的理念 我開始學畫是在高中一年級 建中一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去跟李宗盛老師學畫 李宗盛老師是台灣寫詞派的大師 我去那裡寫數秒 後來我到了大學以後 我讀了堪丁斯基的這些詞以後 哈巴綠的這些詞以後 我就開始想法就開始改變了 所以我就慢慢地自己摸索 就朝到抽象化的路上去走 那麼我剛剛有談 我的意思只要是在探索和傳達 我所確信的唯一真實 也就是內在經驗 內在經驗是我所確信的唯一的真實 就是我的感情 情緒和心情 我就是要傳導探索我內在經驗的真相 並借助廢話的基本原則 也就是形式空間線條點等等和美感形式 來探索內在世界的奧秘 因為內在世界的奧秘我們是看不到 所以我是使得把不可見的內在經驗 化為可見的世界存在 我把它畫出來讓大家感受到 我的內在經驗是這樣子 我感受怎麼樣的快樂或是痛苦這樣子 這是我的一個意思主要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我的意思是召喚的而非敘事的 我就像音樂一樣只在激發內在經感 而不是輸說故事也不再重現自然 它是我的內在經驗的一種強烈表征 所以我的話也是視覺的隐喻 而非視覺的敘事 第三 因為我個人領悟到表現內在經驗的真相 要比化之自然或現實世界的 比向外貌我覺得更動人 也更真實 也更純粹 也更能發現我自己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就愛上了作像話 一直堅持著作像話的表現形式 從來不妥協也不辨解 我的意思是追求美 自由 純粹 與快樂的創作觀 我這些藝術的理念 我在我的話語錄裡面都有提到 法國的民作家卡姆 他曾經說過 藝術家是為美與痛苦而創作 我是為美與快樂而創作 我為什麼要為美與快樂而創作呢 因為我覺得現代人壓力很大 生活非常緊張 交集煩亂與心際浮動不安 愈力很多 你看現在精神科醫生的生意 都比五十年前好太多了 因為大家都很夢 當然滿久的夢是不一樣的 那我不想讓觀眾再感受到 憂鬱與煩夢 我要化出人生的愉快 喜悅 熱情 光明與自由的 自由與美麗的一面 也就是說 我要把我生命的喜悅跟愉快 要帶給觀賞者 讓人家能夠獲得食慘與自由 就像北斗芬的快樂送一樣 我要在畫布上化出我的快樂送 所以如果各位看我的話 沒有覺得快樂的話 那我的功力還不夠 我還要加倍努力達成才行 如果各位覺得 看來又覺得 有種快樂喜悅的感覺 那我大概自己還可以滿足一下 那麼很多人聽他問我 那抽象化怎麼欣賞 那麼在欣賞我的抽象化之前 我先把欣賞抽象化的要點講出來 一個就是 各位要先打破固有的成見 建立正確的態度 也就是說 我們過去都認為廢話只是在 重現自然或描繪自然的比項化 就是只有寫詞 這一類的成見應該要去除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 廢話有兩大組的一個寫詞 還有一個是抽象 所以必須知道有兩 這兩種都有 而這個兩種呢 在美式史上是 是有它的那個 寸回性的 所以我們 在欣賞抽象化的時候 要先建立一個 新的欣賞觀念與態度 先打破 舊有的成見 第二 我們欣賞抽象化 就像欣賞音樂一般的心態 來感受優化 音樂是很抽象的一種意思 它是用純粹的音符 來補出音律節奏 讓我們覺得共鳴 音樂往往是 從音樂的旋律節奏中感到共鳴 而欣賞抽象化也是一樣 我們用心靈直接感受廢話中的美 依賴直覺無需辨識 因為它是無法辨識的 讓色彩形象線條等廢話的 基本元素構成的畫面 激起我們內在的情緒 得到美感的光明 也就是說 抽象化跟欣賞古典音樂的道理 是一樣的 第三 欣賞音樂我們是不是需要學習 我們聽古典音樂 我們也要看很多樂曲的說明 或者是常常去聽音樂會 那麼欣賞抽象化也一樣需要經過學習 不是說今天講完 今天回去就馬上懂了 各位回去也是要有機會看有關於 正確的抽象化這方面的書 還有到美食館去或者畫欄去看 如此的抽象化 這個都可以幫助大家了解 我們再看 第四個這個也非常重要 就是營造學習 欣賞抽象化的生活環境 也就是 經營在抽象化的環境裡 這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們在我們的家裡 辦公室 我們掛上幾幅油脂的抽象化 不要掛那些不論不論的抽象化 那裡面就沒有公平作用了 油脂的抽象化 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從手洗中慢慢地體會抽象化的美與內涵 所以也許很多人剛剛觀賞抽象的話 沒有感覺到它的美或者沒有公平作用 但是你經常下功夫 去研究它經常去看 這畫面有關的詩 那麼 假以十字我想 應該是一年左右 也應該是可以完全了解 我就以我自己的家戶為例 當時我在寫詩畫的時候 我家人 我爸爸媽媽他們都看得懂 後來我大到寫以後 我想要畫抽象化 我就慢慢變成抽象化 因為我的畫室就塑在我家裡面 我爸爸都要經過那裡 他有一天看到我的畫室 你在畫什麼啊 那麼我也不加以解釋 那麼 但是呢 他每天都經過來 我從來不解釋 經過來一年以後 有一天他告訴說 這張畫很漂亮 我很喜歡 我知道它已經通了 這就是因為我在 它有一樣的一個欣賞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在家裡 或者你辦公室 能掛幾張油脂的抽象化 久到久住你會看到 就像古典音樂 有些人從小就聽 他就覺得這樣就好 聽久了嘛 有些人不聽的話 你永遠不懂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學識的方法 我會這樣看 我會這樣看